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Adrian's Tomica channel OK,那本期给大家分享 2021年9月份最后的两款多美卡红白盒 也是来自布加迪的 这个应该是吗? Cheron 就是Cheron 奇隆 或许吧 迷尼GT也是 最近也是在出这个布加迪的车 看来布加迪最近是把自己的这个授权 放给了一些合金小车的厂商 那对于多美卡红白盒的这些超跑 其实小车你不要对他有太大的期望 因为这个钱都花在了授权上面 所以小车一般的话是没有可动 没有独立剑 充其量给你一个悬挂 不过这次他的比例是1比63的 就是相对比较友好吧 接近于1比64的 我一开始对这两款小车 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 其实并没有抱太大的期望 但拿出来之后的话 我会发现这两款小车 其实做的还是挺不错的 整体性非常的好 然后前脸刻画的话 一些该有的细节也都是有的 只是并没有通过独立剑来刻画 基本上都是涂装以及模具来展现的 然后后面一个大大的尾翼上面 也有布加迪的字样 尾部的话 这个布加迪奇隆非常有辨识度的 一个贯穿式的尾灯 也是通过涂装来实现的 那唯一部分是一个塑料的分件 其实这个布加迪的车 它在设计外形的时候 根本是不会考虑审美的 基本上都是基于空气动力学来设计的 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 这种超跑的话 其实它并不是我们审美上的好看 我个人认为 大家认为它好看是基于它足够快 以及足够贵 来认为这个小车是漂亮的 纯粹从审美角度 它并不是一款非常好看的汽车 那么被这个37号垂直替代掉的小车 你还记得是哪一款吗 OK 那我们就来揭晓一下 就是这样一款mini Cooper 是一个敞篷的 这款好像有出轨吧 但是我翻了一下 我并没有 这款小车比例就比较大 是1比57的 可见这辆mini Cooper真车的话 其实大家在马路上也一定都见过 还是比较小巧的 这款是一个敞篷版本 敞篷版本的话 它的好处就是 比较方便的看到它的内饰 这样的话也导致 这个多美卡 它不敢把这个内饰做的太糙 不然相当于就是把自己的短处 先看了给人看 OK 那这个就是新老37号 多美卡红白盒的几款小车 不管这个布加迪的37号 它做的怎么样 这个37号也算是祖坟茂清烟了 这两款小车也是使37号这个盒子 盆壁生辉 OK那本期的小车就给大家分享到这边 我是野君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视频频道 那我们下次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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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